中央大學務理系 朱慶祺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中央大學務理系朱慶祺 那我是 目前這個計畫 我們是一個國文會補助的 科普傳播媒體的一個計畫 那我們非常榮幸中央大學可以有這個機會 跟中國時報有一個合作的案子 那今天這條演講活動 就是一個合作的計畫案裡頭的一個活動 那中國時報對我們這個演講 就是他們的支持 那中央大學這邊呢 我們今天請到我們的理系院 胡紀錄 胡院長 代表這個計畫 以及中央大學 先跟大家說幾句話 從中央大學 各位朋友 晚安 晚安 我是 國立中央大學理系院院長 胡紀錄教授 今天很榮幸能夠在這邊 為大家服務 提供一個場所 提供一個主題 然後邀請最傑出的科學家 來跟各位 做一個在科學上面的心靈溝通 我們理學院呢 在我們的副校長葉永全 謝謝 副校長給你們去頂一下 那我們講 當然跟中時的副總編輯 楊維銘女士 在這邊 有一個機會 那麼談妥了 我们共同申请一个计划 然后把科技界最重要的一些领域 跟一些现象 来跟社会大众来做一个报告 那这个分两个部分 一部分是用演讲的部分 那一部分呢 是会在中时中国时报 也是我们国内最重要的报纸 我们大家看中时 天天看中时 跟中国时报呢 就披了一个版面 总共有50集 那每一集呢 来做一个不同领域的一个报告 那么我们在中时这边呢 得到非常大的支持 所以呢 我们就跟中时一起 向国家科学委员会申请了一个计划 那国科会很快的就批准了 看到中时 看到中央 大学 两个单位合作 那么国科会呢 是我们国家主导科学发展最重要的机构 那么认为 这个计划是 从他审核所有的案件里面 第一个是由学校主导 然后 这个平面媒体这么支持的 因此呢 就给了很高的期许 跟要求 那么我们非常感谢 各位听众这么关心科学 还有最小的朋友 来啊 小小科学家 我们这个 民族的救星男 请 那叫部长 对对对对 比较好 非常好 走吧好 那我们在这边呢 我们特别感谢 这个 中国时报的提供场所 提供版面等等 我们特别请 中国时报的社长 把林盛登社長來給我們致死 謝謝 謝謝副院長、副院長、副院長 我們今天的主獎呢 李教授還有各位分民 各位主報的讀者 大家晚安 晚安 謝謝 中國時報剛才 副院長你知道為什麼 我們中國時報很榮幸 能夠跟中央大學一起來辦 遇上科學這樣一個 系列的科學講座 那讓我想到一些 我真的很羨慕 這也是代表社會的進步 那我早年的時候 我記得我自己是讀文的 不是科學的 那我記得我在 以前在中學的時候 最重要我那時候 有一點點科學的知識 那時候其實 沒有所謂公私交易 也沒有像類似這樣 這麼多的 多元的一個科學管道 我印象很重要 我們那時候最主要 我被科學有點認識 是 那時候你看 蛇歲 那蛇歲是那個以前 中國食用公司的一些員工 他們很有心 在 算起來是三四十年前 差不多四十年前 那個時候 台灣其實消息很異色 他們很有心 這些工程師 很有心 他們辦一個蛇歲 蛇歲就是 檢食最精髮的部分 事實上他整個一本雜誌 都在介紹 國際上最新的一些科技的發展 的一些知識 某種意義上 現在大家比較了解的 National Geography 或者是National Discovery 這裡面所介紹的內容 所以我都 我很感謝 雖然十歲後來 因為整個社會情線變遷 它已經 大概有 一二十年 但是我非常 我認為如果 在當年 有機會 接觸到這樣 讓我至少 不是科學的全馬 那當然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講 作為一個時報媒體的講座 事實上 本來媒體就是那個橋梁 所以我們非常的高興 有這個機會 跟中央大學 我們跟中央大學 比較不一樣 但這個不是重點 重點是說 我們覺得說 應該把這個平台 再把它展現出來 讓各位 有機會 所以我們來牽制 我們一系列的 國內官業履歷的大師 現身說謊 那麼我想今天 第一場一定就是非常精彩 往後也希望大家 繼續留著過來 參加這樣有益的活動 真的是很討厭 一個新收心之力的機會 那我想重點是 今天的一個無聊 所以我只在這裡 地主的聲明 再次表示 對中央大學的謝謝 也感謝各位來參加 那麼場地 或者如果有不太理想的話 請告訴我們 因為我們還有很多場 我們希望 有不斷改進的空間 那我同時 要見到機會再 跟各位報告一下 可能各位來 有稍微有點感覺 就是我們 如果來過我們時報 都發現我們時報最近 也做了一些環境的調整 重點就是希望 除了是我們內部的整理 空間的整理 我們也希望 譬如說本面這些都 都變成一個公共空間 因為老實講 這點總不能封閉 我們各個履歷不能封閉 我們的心態也不能封閉 我們的行進 空間也應該是大家能夠交流的 現在已經網路時代了 所以天鳥肉皮 如果再自我封閉 其實損失的是自己 所以我們時報很樂意 不管是在版面上的 在形象上的 或者是空間上的 我們都樂意 因為我們這樣一個場地 那麼譬如專業的是來片裝 讓大家一起成長 謝謝 好 我們謝謝林社長 就像看電影一樣 電影開始的時候 都不是正片 都是有些預告片 對不對 那麼預告片 這次預告片 就是下次要主獎的人 那麼下次主獎的人 當然也是科學家 各位一定看到科學家 一定很奇怪 那麼科學家 長得什麼樣子 講話是怎麼樣子 那我們先來個暖場 就是下一次的主獎者 是這個行星想太空的 葉劉璇 葉富教授 來來來 先講幾句話 謝謝林社長 林社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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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就是下一場的獎者 大概就是會跟他講一講的行星探測 追尋外太空的生命的一些事情 你們有興趣 歡迎你們兩個禮拜之後再來 我想預告怎麼都到這邊為止吧 謝謝林社長 謝謝林社長 葉富教授是國際知名的天文學家 我們中央大學在露林山有個揚藝和望遠鏡即將裝上去 這是葉富教授主導的 以後有機會我是院長 天文台是我負責 我想辦法帶大家上露林山去 在玉山跟阿里山之間 我們有十個工作同仁在那邊 好 那現在我們來講重頭戲了 這科學家人家一直覺得是很奇怪的 一種人物每天躲在實驗室裡面做實驗也不跟社會接觸 我們說在象牙塔裡面 是有很多科學家在象牙塔裡面 但是我個人的看法是不對的 我自己就是科學家 我是化學家 我也是生物科技 研究生物科技的研究同仁 那現在的科學家真正的一流科學家 是關心社會 是能夠把科技傳播給下一代 除了他自己能夠有貢獻以外 而且有社會責任 因為我們的研究經費來自社會 我們必須要對社會有交代 我們對我們自己的研究領域 當然是要做到最高級最難的研究 那要創造性 而且要有廣泛的影響 那我們這個演講總共有一十五場 我們十五場裡面 我們選了各個領域 從醫學 從生物科技 從太空 從地震等等 我們都選了最好的人選 但是第一場是最重要的一場 我們一定要找一位科學家 他對我們的科技 對我們的社會 都有許許多的關懷 而且他口才是一等一的 這就是今天的演講者 李家維教授 好 大家先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那我把李教授的背景稍微講一下 他口才比我好很多 我跟李教授實際上是很熟 我們都是清華大學 我原來認知在清華大學 他是清華大學的教授 生命科學的教授 做過主任秘書 那麼最重要呢 他太有才能了 所以教育部就把他調到了 台中的自然科學博物館 做了一任館長 還不行 走了以後再把他調回來 再做第二任館長 所以他在自然科學博物館 有很多很多的貢獻 他要講什麼題目呢 他要講生命的起源 我們大家都希望知道 我們從哪裡來 生命的起源 講完起源要講演化很高興 講完高興的事情 他要告訴我們事實 會滅絕 滅絕不要擔心 滅絕會再生 所以講完滅絕以後呢 我們要講現在世界的多樣性 有了多樣性以後 還會再面遠 然後再講 我們要講現在可以做的事情 我在電視上面看到他 最近又看到他 講了大概將近一個小時 覺得很有趣 他今天擇其驚訝 再加上更豐富的內容 我們來看看李家維 李教授能夠提供我們 什麼精彩的演講 好 歡迎李教授 非常感謝 非常感謝在禮拜五晚上 跟大家在中國時報見面 我聽說要談時事新聞 所以我們先看看 上個禮拜在報紙上 和登出來的 在巴拉加斯加島 發現的一種新的棕櫚樹 棕櫚樹 庞然大陸 在太空中都看得到 但是 從人類開始 從人類開始 有細體的 記錄生物的物種 300年了 去年是 林奈的300歲的生命 300年了 大家還遺忘掉 遺漏掉 這麼一個大型的物種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訊息 再來一個 去年我到 泰國的東巴植物園去 他們告訴我 你看這兩棕棕櫚樹 它來自於哥倫比亞 那地方 有一個山谷地位建水壩 墊了 美國的科學家 搶救了一百多棕 全世界只長在那個土地裡頭的 終於速到美國去 但是 林奈博全死了 唯一的兩棕 當初送給了 泰國的東巴植物園 留存到現在 全世界就剩兩個棕 所以 用這兩個例子 我們清楚地知道 在這個時代 還有很多 不知道的生物物種存在 然後在這個時代 有許多的物種 在面臨著 滅絕的感染 然後 剛才在會客室裡頭 社長跟我提 我是澎湖人 就該談談澎湖最近的韓漢 確實我們今天也得談談它 報紙上頭有那麼大的篇幅 電視上都在談 澎湖的漁師遍野 但是 海裡頭只有漁貌 面對真正的威脅的事 最大的是漁貌 其實 待會我要談談 我們應該更關心 魚以外的生物 在這次的談判裡頭 受到了什麼樣的威脅 現在這是開場 我們來談談今天的主題 請幫我按 因為他不動 剛才 葡月長說 我要談生命的起源 其實談不了 那個留給我們葉教授 兩個禮拜之後談 原因是沒有答案 誰知道生命的起源是什麼呢 真命可能來自於外太空的破種 可能在地球上都演化出來 但是是在什麼時候 在什麼地點演化出來 再一樣沒有答案 我們最可靠的一個數據 是在35億年前 在澳洲的西北部 裡頭有一種叫 別成石的生物的化石 裡頭還保存著地球上最古老的細胞 那應該那是地球上最古老的生命正確 別成石是什麼 這是別成石 如果你說地球剛剛有生命的時候的情景是如何 那就是這個景象 除了這兩個人之外 這是三年前我到澳洲去 澳洲政府給了一個文化獎章 然後他們說我可以指定去任何我想去的地方 我很大膽的提 我要到Shark Bay去 Shark Bay是古生物學家夢想以求的勝利 很難去 去了我才知道 我高級有點過分 他們用小飛機把澳洲地質局局長 跟我兩個人飛了三個小時 從澳洲南部送到沙漠裡 然後再坐兩個小時 車子到海邊去 但是在那個地方那種感覺 但是無影嚴峻 因為很多人都說 地球有生命的時候的情景就是如此 日本有位太空人 當年在太空縮上頭 NHK電台訪問他 說你最想去地球上的哪一個地方 他在搖子Coslavita他說我要去NHK 為什麼 因為那代表著地球生命演化了三十幾億年以後的 最巔峰的多樣性 他在問他你還想去哪裡 他是搖子澳洲的Shark Bay說我要去哪裡 因為NHK是地球生命 相當開始時候的典型的代表景象 如果我們把這樣子的石頭切開來看的話 那麼你就可以看得到 它是有一層一層的構造 那個就叫做疊成石 我那個幾塊石頭拿過來給我好嗎 這就是疊成石的構造 然後如果把它的末端 它的最上頭放大以後 你可以看到這些活的生命在上頭 讓這石頭不停地成長 這是能夠形光和作用的藍綠菌 地球在三十五億年前的海洋 一定有大量的這一類的生物存在 這是今天最古老的生命證據了 我這裡帶了一個疊成石的簽證 我沒有三十五億年前的疊成石 但是我帶了一個 我在中國大陸河北濟縣的一個豐富的疊成石地層 它有十億五千萬年老了 它是生命做出來的石頭 大家等一下穿著看一看好嗎 我們看十億五千萬年前 細胞 最原始的細胞做出來的石頭 它們的活動光和作用 分泌了黏液 黏液交結了石頭 那麼這個石頭就不停地成長上去 我們看下一段 這是最古老的 鐵層石裡頭的生命證據 這是畫石的照片 非常細小 顯微鏡底下才能看得到 古生物學家把它畫成這個樣子 然後略比於今天 鷹溝裡頭的藍綠去長一個樣子 這一類的生物 一開始就以激進完美的狀態存在 一直存活到現在 這些生物有許多的貢獻 它們的光和產物是氧氣 地球的早期是沒有氧氣的 因為有了它們 地球才開始逐漸地被吸氧氣 其他的生物才可能持續地翻譯 在那裡 這是三十五億年前的故事 漫長的時間裡 生命的記錄 沒有很多令人興奮的事情 一二十億年裡頭 畢層裡頭 保留下來的都是單細胞 或者非常簡單的多細胞生物 然後地球面對了一個 現在無疑解釋的災難 可能就此發生 在那個時期 在七億五千萬年前 一直到六億年前之間 地球長期的陷入了多次的雪球世界 那是一個全球性的大凍結 至少有兩次 可能有四五次之多 每一次可能都有上千萬年的凍結 最后的一次大凍結 發生在六億一千萬到五億九千萬年之間 地球凍結了兩千萬年 不知道為什麼 也不知道為什麼地球毀存了 在那一個時期之前演化的生命 在這一次大凍結裡頭 怎麼存活下來的也無從解釋 不過我們知道 大多數的生物可能毀在那次滅絕世界 只有少數能耐能的 能夠睡很久很久的生命 在那個激進全球海水凍結的狀況底下 還能夠存活下來的 他們等地球回春之後重新發展 你看價值 這是我很開心的工作 在十年前 我頻繁的到中國大陸的貴州雲南做工作 這是貴州第五三里坪 你一看就知道了 貴州在五億八千萬年前是海洋 是潛海 長期的在海洋狀態裡頭 可能有兩三億年之久 然後滄海變商田 貴州逐漸地排起 原來在那一片海洋上頭 累積了將近三公里頭的沉浸岩 被風化侵蝕之後 就露出了在將近六億年前 五億八千萬年前 活在那一片昏南海洋裡頭的 整個生態保存 我們看下一段 這是1997年 我跟著我的研究夥伴 帶著我們家的大兒子 到那個地方做貴州的田外採集 就在這個點上頭 我們採回了 將近一百公斤的石頭 這些石頭拿回來以後 細細地琢磨 仔細地研究 我們發現了地球上 到現在為止 已經知道最古老的動物化石 還有下一個 這是石頭 這是石頭 經過栓炮以後 你可以看到一顆一顆的顆粒 如果把這些顆粒挑出來看的話 就是下一張鏡頭 你可以看到這個顆粒 變成兩半了 它會變成四個 變成八個 十六個 這是最古老 已知最古老動物的飛胎化石 如果我們把它拿到掃描電子顯微鏡 底下看的話 你看到激進完美的保存 你很難想像 如此柔弱的飛胎 能夠被保存下來 立體的保存 然後 留存了將近六億年 今天可以被解讀出來 這就是動物現在已知最早的開端 當然 學演化生物學人都說 看到這麼複雜的生命體 在那之前一定有更漫長的動物的演化順月 只是今天我們還不知道 我這裡帶了一塊五億八千萬年前的石頭 在那個石頭裡頭 有上千個動物的黑胎在裡頭 黑黑的圓滾滾的 就是你眼睛能夠看到最小的 圓的灰黑色的顆粒 我們看下一張 為了找尋動物的早期演化 在過去這些年來 我到中國大陸的雲南貴州 到陝西 到大陸的東北 在華北工作 以後我再到世界其他地點 去探尋同一個時期生命的變化 看看這是去年九月 我到俄羅斯去 在北極工作 我們先飛到莫斯科 坐二十四小時的火車 到了俄國海岸邊上頭 那個名字很長 我不會念 我去喊它A港好了 到了A港 我們再換搭一個半小時的直升機 到了一個海邊 一個峭壁一個島上頭 叫做YC白海 聽說中國在宋朝的時候 就進入白海的存在 這是他一起的事情 白海一年有半年多 是冰天雪地 但是在八月底 九月初還可以過去 我們就在這個峭壁上頭 待了一個多禮拜 在那個地方 喬化石 這是在白海留下來的神秘化石 這一個生物體 它大概有八掌心這麼大 它留著清晰的硬痕在這裡 但是在它走到這個位置之前 變成化石之前 它曾經在這兩個地方待過 可以看到很多重複性的 這些生物的移動 它怎麼走到這個地方來 它從這裡 坐在這裡 隔一會兒跳到這兒 再跳到這裡來 然後在這裡被轉變成化石 這種生物的移動的模式 這個生物體 本來是什麼生物 現今的生命沒有這個形態 現今的生命 也幾乎沒有辦法解釋 如此的移動方式 這些也都清楚地 留在五億多年前的岩層裡走 我們看下一張 這是我到澳洲的中部的沙漠裡頭去工作 那個地方 你非得戴著帽子 非得把身上能夠露出來的地方 全部用網子遮住 因為如果一打開的話 那麼所有的營都過來了 在這裡沒有水 就沒有鹽 沒有鹽 沒有鹽的情況底下 任何我們的鹽角 我們的鼻孔 我們的嘴角 都是他們最喜歡 來找鹽巴的地方 有黑洞洞的地方 但是在這裡 有非常重要的 將近五億六千萬年前的化石 你看這麼大一塊石頭 上頭有一些硬痕 我們放大看一下 這是什麼樣的生物 到今天 生物學家沒有辦法解釋 它是這個生命演化的死象子嗎 它是現今複雜生物的原始祖先嗎 它有消化道 它有口有肛門嗎 這些都有答案 但是清楚地讓我們知道 它已經存在過了 地球的生命從演化到現在 三十五億年了 有多少生物物種被創造出來的 沒有人可以答案 只有很偶然的狀況底下 有少數的種類 少數的個體 它被轉為化石 今天人類有機會去解釋它 絕大多數的物種 其實沒有機會留下化石 百分之九十九點九九九的 曾經演化出來的物種 也都消失了 今天我們看到的 只是地球上頭 在整個地球演化石裡頭的一散 豐富無比的生命外觀 但是在那個之後 在它們之前 有更多更多的生物已經滅絕掉 瞰瞰瞰瞰 這就是古生代的開始 古生代是五億四千四百萬年前開端 古生代在兩億五千萬年前結束 地質學家用一把一把的刀 把地質屎割成很多段 過去不知道為什麼 他們只知道每一刀切在那個沿層上頭 底下有豐富的生命連續的變化 過了這個地層突然一切改觀了 他們就把它說 這是一個古生代跟中生代的交界 這是季跟季之間的交界 現在很清楚了 這是滅絕的證據 地球的宿命就是滅絕 滅絕的世界頻繁地出現 滅絕來臨的時候 原來生命像改變了 只有幸運躲過的 在下一個開闊的時空裡頭重新發展 這是古生代 古生代裡頭很多精彩的故事 我也很喜歡 這是成江生物群寒武器大爆發的見證 這個指的是在五億三千萬年前 比古生代開始沒有多久的時候 生命的體型突然放大 變得非常複雜的一個時代 我們介紹一個有趣的工作 這是長期的合作夥伴陳軍遠教授 我們在雲南的工作現場 我們看下一段 在八年前 我們有一個有趣的發現 就是一個叫做海口蟲的 我們說是有腦子 有疾鎖的生物 它是我們這種脊椎動物的原始類型 這個生物非常的有意思 它在演化室裡頭 留下了它的一席之地 在教科書裡頭 它被稱為無脊椎動物過渡到脊椎動物的典型代表例子 只有兩三部分長 但是它有相當深的談義 因為化石很多 雖然它柔弱無骨 但是精巧的化石保存 可以把它身上的每一個細節顯露在不同的斷面上 拼湊起來了 我們就給它這麼詳細的解剖圖 我們喊它做海口蟲 復原了以後 我抹上我喜歡的藍色 然後它的肚子上都放了黃色的斑點 這是古生物學家的權利來自我檢視 老婆的時候長什麼樣子 是不是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生物 它離魚不遠 它只要把骨頭給蓋化 它只要長出成對的胸蟲蟲蟲以後 它就是一條負責不可的魚 我們看一下 所以當魚在將近五十年前出現以後 再經過一個小的改變 它就變成今天我們所首次的魚類 一開始的魚是不能髒合它的嘴的 它只能用口來吸水底的爛魚 然後等到它把它塞部的骨骼移到了嘴裡頭 去改變成為可以張合的大組之後 它就變成了一條負責不扣有效率的劣勢者 因為它張開它的大口 上面有力尺是可以獵殺的 張開大口可以大口的吞海水 取得大量的氧氣供應 它的行動是敏捷的 所以當魚有了這樣的裝備之後 它就是海洋裡頭的主角 所以我們可以遙想 在差不多四億五千萬年前的時候 海洋裡頭魚跟今天沒有多少變化 今天我們看到的鯊魚跟四億年前的鯊魚的 體型外觀那種流線型那種凶猛的形態 幾乎是一模一樣的 這是魚的世界在五億年前已經展開了序幕 古生代的海洋跟今天也很像 如果我們上的顏色 把那些化石復活了以後呢 除了有魚之外 還有許多的鯉魚螺 還有許多的雞皮類動物 然後有海綿 甚至有原始型的三胡椒出現 這是古生代 古生代還發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 是有一群彙形光合作用的藻類 它們登陸生活 這是地球上植物開始的情景 發生在四億七千五百萬年前 那時候 植物沒有登陸之前 地球應該是整紅一片的 等植物登陸以後 這個綠率才開始暗淡 植物剛登陸的時候是低耳的 這種生物高中教科書都看過 但你從來不想到它多大 我一直到英國自然史博物館去看以後 看了化石我才知道它只有一公分高 是非常微小的生物 但是它們很快地 為了要把它的生殖包子 藉由風把它送到遠處 達成繁衍的目的 它必須長高 在水裡頭有水替它們散播它的包子 在陸地上必須靠風吹 誰長得高 誰的生殖後代可以傳播得遠 所以就在長高的過程裡頭 它的根也必須砸得很深 根砸在地球原始的岩石裡頭 然後把岩石給風化崩解變成土壤 土壤越積越厚 這些後來的植物就能夠把根砸得更深 砸得深以後 植物也就能夠長得更高 所以在短短的幾千萬年裡頭 地球的陸地起了很大的改變 一個從來沒有過的巨大森林出現 你看下一個 這是石炭祭的森林 它描繪的景象是三億六千萬年前 那個沼澤森林 沼澤森林裡頭出現的生物令人訝異奇了 這是蜻蜓 我們今天的蜻蜓沒有瓦場這麼大 展開翅膀能十公分以上就算大蜻蜓了 但是這時候的蜻蜓大的張開翅膀可以有九十公分塊 是個大小 然後在這個地方 巨大的樹木 실헰 它都不會再做到什麼 我們知道 所以這個蜻蜓的肽大的肽子 就能夠去出現給它 那屍聽的 它其實不是在大小的蜻蜓 也有很多蜻蜓的蜓 我們也有很多蜓蜓 所以我們中間說 我們當中有蜻蜓蜓 在森林里头 沼泽里头 还有由雨转变过来的两栖类 开始在这里翻译 这是一个两栖类的天堂 我们今天的两栖类是什么呢 是青蛙 是熔园 熔园有尾巴 青蛙没有尾巴 最大的青蛙可能最深的大 叫做海蚕褲 原生在非洲 后来被引进到澳洲去 但是它就变成了一个不太欢迎的入侵者 有尾巴的两栖类生物叫蛙蛙鱼 我到五宜山去找个蛙蛙鱼去 蛙蛙鱼最大 再可以长这么大 数量非常地稀少 但是在这个沼泽森林里头的蛙蛙鱼 拉开它的体长有两公尺长 你可以想像有那么大的青蛙 是吧 我们看下一条 这就是在那一个沼泽森林里头的 原始类型的两栖类生物 再看一下这边 这是一个两栖类生物的墳场 我在哈佛大学的动物博物馆里头 找到一片石墙 这是一个真正的化石 你看到了吗 我的头是这么大 你看到有另外一个动物的头是这么大 有无数的头在这里 这每一个都是永远的头 都是两栖类动物的头 它头这么大 毫不足其 因为它的身体有两公式 是吧 这是一个古生态的事 的片鱼吧 大家用这样子的景象去摇想那一时代 看下来 美好的日子逐渐的消退 地球的表面由几十块板块所构成 一直在分分合合 在两亿五千万年前 这些板块聚到一起去 这叫做一个盘古大陆 有人说在两亿年之后 地球的板块还会聚在一起 那又是再一次的盘古大陆的形成 盘古大陆的形成就代表着一个 中央大沙漠的形成 地球的气候不再是温暖潮湿 逐渐干旱 但是干旱的过程里头 农元类两栖类生物 当然它不能再是主角 身上长着灵甲的爬行生物取而代之 最后看下一段 这就是地球逐渐转向干旱的景象 这个过程一定很缓慢 但是有一个突如其来的灾难 结束了古生代 这事件发生在两亿五千万年前 我们看下一段 一只学上头叫做西伯利亚洪流玄武岩 在西伯利亚这个地方有庞大的火山群爆发 伴随的岩浆火山灰一定有很多的毒气 这一个规模有多大 大概是二十年前 菲律宾有庞大的火山冒发的一百万倍 它喷出来的岩浆如果平均附到地球表面的话 可以让陆地增厚七公尺 但是它没流开就在原地变成了一块巨大的石头 可以想象它是一个大灾难 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灾难 怎么会造成那一个无以承受的毁灭呢 它造成了生命世界百分之九十五的物种的消失 不论在海洋在陆地上都是毒子 物种的消失 所有的人类死光了只在叫物种消失 留下一个人都不叫 但是百分之九十五的物种不见了 代表着地球上有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九的个体 都在那场灾难里头上升 什么原因会造成这样子巨大的一个结果 我们看一个可能解释火山爆发 但是伴随着是下一个 这是科学人杂志在一年多前的一个解释 两亿五千万年前的那一个火山群爆发 喷出了大量的二氧化碳跟甲碗 二氧化碳甲碗是温饰器 跟今天我们面对的威胁是一模一样的 这些二氧化碳甲碗在大气层里头累积 造成了温室效应让地球开始增温 地球增温不只空气加热 海洋也加热 海洋加热以后 溶氧量降低 表层的海洋生物活不下去 死掉的躯体沉到海底 海底有一群不喜欢氧气的生物 它们分解这些有机物 产生的代谢废物叫做硫化氢 硫化氢是一个有毒的气体 这些硫化氢染染上升的过程里头 毒害了海洋 这些硫化氢升到大气层以后 把陆地乡龙没有被火山侵害 直接死亡是目睹死了 硫化氢升到高空 破坏了保护地球的臭氧层 臭氧是氧化的 硫化氢是晚点看 一中和臭氧破坏了 死亡线长驱而入 把剩下的生命再做一次的摧残 所以这是一个可能的解释 那么终究古生代结束了 死亡的躯体到处都死了 我们在两亿五千万年前的地层 你看不见多样性的生物的化石 看不见多样性生物的包子 你看到的只有真菌的包子 真菌是诞生来腐败这个世界 所以你可以想象 有多少生物的躯体上有 覆盖了厚厚的一层霉 然后这些霉标取它的生殖器官 包子哪一边飞 然后落下来就标志了那一个地层 终生代开始 爬行生物有部分没有灭绝 抢得了先机 在开阔的空中陆地跟海洋 变成了动物界的主角 在这里有这么一张图 显示如果我们跟这一群爬行生物 这一群会飞的一手龙 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话 我们跟它身躯的对比是如此 所以Jurassic Park第三集里头 那一些鸟笼里头飞的那些一手龙的景象 它一点都不夸大 那个大小还真符合实际的可能 有一些爬行人生物跑到海里头去了 它们就叫做鱼龙叫苍龙等等之类的 这是一群庞大的肺群 有多样的变化 我们不知道它可以跑到多深的海洋 但是它们身躯之巨大 留下的花石让大家压力 我们看看下一个 这是我在博物馆里头跟一头鱼龙合拍的照片 我已经压力它的体型之大 但是我走到这个角落去看个标签 它原来是14公尺长 但是我清楚的知道 鱼龙可以长到27公尺长 这是baby 所以这是爬行类生物 虽然都叫做龙 但是它跟恐龙不一样 它是爬行类生物很多分支的一个代表 爬行类生物在古生态 很早就出现了蛇 乌龟 鳄鱼 蜥蜴 鱼龙 翼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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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我们所所绳之的恐龙 看下一个 所以恐龙在古生态开始没有多久 这个苏龙的类群就演化出来 中间历经许多的变化 它们有吃荤的 有吃树的 我们看下一个 这些大型的恐龙可以达到 比今天的大象大许多许多倍 然后它们每走一步 地球就震动一下 所以有一个最大的恐龙的一群 就叫做地震动 恐龙 大家都说它们点觉 但是今天如果你到自然科学国馆的 新的恐龙听力看的话 它清楚地告诉你 恐龙没有变绝 恐龙飞到天上变成鸟了 这是一个重要的新的科学知识 在过去的十年里头 才逐渐地发展和坚持 有非常好的说服力 我们看下一个 这个故事是发生在一个我很喜欢的地点 在中国大陆辽宁的西部 一个贫穷的辽西地区 辽西这个地点是热河生物群的地点 科学界知道它已经很久了 它范围非常广泛 从蒙古 华北 东北 韩国 日本 这一片区域都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 它们有一些地方露头出来了 也就是当年在一亿两千四百万年前的地层显露出来了 那那个地层记录了丰富的中生代的生态世界 我们来看看 这是辽西的地层 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 把各式各样的生物保存得如此鲜活的 好到什么样子 等一下我们来看 原因就在于这里有频繁的火山爆发 不知道什么原因 这里有茂密的森林 有汪洋的湖泊 但是灾难连连 随时都有大型的火山爆发 你看我手放的这个地方就是火山爆发的火山灰堆积出来的 在这里有多次的火山爆发的记录 这里有一个又一层 这是中国科学院汪小平博士 我到那个地方去了解到底鸟怎么从恐龙演化出来 我们再下一张 这是叫千奇中国鸟活 到现在已经知道 超过十种以上的恐龙 身上身披着跟今天的鸟一样的鸟鱼 他们很多根本就不可能可以飞 像他根本飞不出是鸟还是龙 因为骨骼上是龙主要的恐龙的特征 但是身上披着鸟鱼部分的骨骼中空 但是他还不完全具备飞的能力 有一些恐龙身体根本胖的就像个熊一样 但是身上也披着鸟鱼 所以这个事件就清楚的让我们知道 羽毛不是演化来飞行 这类的例子在演化史里头比比皆是 我们所熟知的一个器官的功能跟他当初的功能 和现在的功能是不一样的 羽毛可能是让恐龙来保暖用 可能是用来像异性炫耀用 可能是求爱 可能是虎虫子用 但是终究这群生物跑着跑着 它身体越来越清净它就飞上天了 或者爬到树上掉下来 双刺激张开 它发觉它可以飞了 它就变得了大 这是古生物学家对这群生物的了解 你看下一个 还有一些恐龙根本就长得那样对次了 这叫四孕恐龙 你看下一个 这是终生在森林的世界 古生物学家很保守的在这个地方 画了一些松山伯的树 画了蕨类的卷 幼芽 然后画上了熟知的银杏 但是他们敢不敢在这个林子里头 画上开花的植物呢 这必须有相当的证据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在地球植物还不会开花之前 就像是一个任何花园 苍翠一片 地球会开花以后 它就变成了一个英国花园 五彩缤纷 但是植物为什么要开花 花是什么 花是鲜艳的花朵 它是芬芳的气味 花是甜美的蜜枝 但是植物自己看不见 闻不到尝不到 花演化来跟动物互动 什么时候地球这样开出第一朵花 这是生物学家梦寐以求的一个事实 但是最后的落点落在苗西的同样一个地点上 我们看 这是今天的花 但是地球上最导的一个花长什么样子呢 看下一个 是这样的 叫中华古果 它是一种水生的植物 它有雄蕾 有雌蕾 但是常有花大 但是所以今天大家还在追寻 中华古果代表最古老的花吗 它是古老的花后来刻画的结果吗 还是花瓣 不是像过去植物学家所说的 是一个原始的特征 过去的植物学家说 谁是最原始的植物 是那种很多很多花瓣 就像我们的街头买的玉兰花 就是说它是一个古老的植物 因为它花瓣很多 但是今天面对一个最古老的 对开花的植物竟然没有花瓣 这些很多事情要重新攀起 我们看上一段 开花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地球能够有今天的面貌 绝大的贡献来自于植物会开花 因为开花是跟动物互动 吸引了昆虫来替它们传播花粉跟种子 但是昆虫也在它身上下蛋 附加成毛虫来啃它的叶子 一场互相利用竞争再妥协的过程 反复地展开 植物分泌出毒液来毒死昆虫 昆虫展开解毒的能力 植物长出刺不让昆虫接近 但是又要吸引它 最后非常专一性的互动 快速地演化 就因为从植物会开花开始 今天地球上最多的植物类型 几乎百分之八九十都是会开花的情况 地球上最多样的动物 就是会跟植物互动的昆虫 等一下我们也会表达详细说明 再下一个 再下一个 还有我们的祖先 我们的祖先可以回溯到 第一条鱼之前的故事 但是鱼变成了两栖类 爬行类 爬行类的一个类群变成了哺乳类 哺乳类是跟恐龙一起活在中生代的漫长时代里头 我们的祖先在中生代用什么面貌出现 几乎没有太多的答案 因为我们的祖先很显然的个体是非常小的 小骨头就脆 不太容易流下来 古生物学家几乎只能用塞子去塞这些敲碎的岩石 去找牙齿来复原我们祖先的面貌 都不可靠 一直到这个化石出现 这是一个完整的老鼠化石 这个老鼠它身上的毛都留下来 黑黑的就是它身上的毛 它的特征清楚地显示 它是一个爬在树上吃昆虫的动物 它叫做攀原石祖兽 它又叫做日出母亲 我们看为什么呢 下一张国家地理杂志 用了这张非常渲染的照片 这是地球上最重要的原始的一个哺乳类动物的化石 也出现在辽西那种贫穷的土壤战略 这位怀孕的伯特为什么拿着它 因为我们是哺乳动物的一群 我们是在妈妈的子宫里头长大的 哺乳动物分成三个类群 一类是会生蛋的像鸭嘴兽一样 一类是不生蛋 也不在子宫里头养孩子的像胃熊一样 像袋鼠一样 我们是在妈妈子宫长大 我们的祖先就是可以归到这个老鼠身上 所以它们有这么一个亲切的血缘关系 这就是中生代 但是到了六千五百万年前 中生代突如其来的结束 古生代结束在可能还搭着很长的一段岁月 也许几千年也许几万年生物逐渐被停死 但是中生代是毁在几分钟几小时之内 一个大约直径十公里的小行星 加着它的重量跟速度 撞在今天的霍西哥的前海湾里头 它瞬间把那里的海水蒸发掉 这个石头钻到底下 把底下的碳酸钙给气化掉 硫酸钙给气化掉 就变成了二氧化硫 变成了二氧化碳 二氧化硫可以把阳光折射回去 二氧化硫碰到水落下来变成酸雨 这些都是小事 它更重要它往下钻 再撞到底下的细酸岩 融解了细酸岩的岩层 那就变成了融解的玻璃雨 在撞击现场 撒下了一片黑色的玻璃雨 在今天还可以撿到许多 类滴状的黑色的黑钥匙 这些撞出来的石头 最远的可以飞到地球跟月球中间的一半 我们看下一盘 这是撞击之后的情形 有90%的岩石陆续的回来 10%永远在太空中流浪 可能没有多久 它已经飞到了火星到其他星球 但是从陆续回来 就是90%的岩石 地球在自转 它陆续的回来划过大气层 你可以想象 无数的火球从空中落下 地球陷入了一个可能过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世纪大火 我们看下一盘 这就是火灾现场 生物的灭绝来自于多层的影音 因为这个灭绝引发了大火 这个撞击引发了地震 地球脆弱的地方崩解掉 他们说这个地震是13级地震 是921的几十万被子高 脆弱的地方崩解了火山爆发 喷出来大量的毒气 那又是死亡的基础 然后它引发了海啸 今天引到美国 德州的内部可以看到一到十墙 300公里长 都是当年从遥远的海边推过来的 他们说这个海啸 积极的浪头可能有4000公尺高 那是1000公尺的高度 你可以想象 全部的破坏将在一起 地球陆地跟海洋的生命 又在经历过一次 80%以上物种的灭绝 那也就是99%生物个体的死亡 只有幸运的生命可以躲过这种灾难 所以这个时候不是凭谁的脑子好 谁的肌肉好躲过灾难 而是凭谁的机缘好 我们看下一条 这就是6500万年前的栅栏 躲过了这场灾难的生命 在新生代里头开始继续繁衍 蝙蝠飞上了天 就跟当年的爬行生物 飞上了天变鱼龙一样 我们看下一条 在陆地上生活的生物 很快地放大了它的体型 就扮演了当年爬行类里头恐龙的角色 我们看下一条 哺乳类动物到海洋里头去生活 就好像鱼龙到海里头生活了 在5000万年前 有一群哺乳动物在海边排虎 它们能够把其他的猎物 像鳄鱼一样 把羊给拖到水里头 给淹死再吃掉 它们越来越喜欢这个游戏 它本质是蝙蝎类动物 是牛一样的生物 大小像狗一样大小 但是它演练了这个技术 最后它演化方向自动地形成 它退掉了它的毛发 退掉了它的本壳 然后它就彻底地流入海洋 它还保存着它热腾腾的血 然后把它的孩子养在子宫里头 生下来用主织喂它 它还是哺乳动物 但是它可以吸一口气 到海洋底层一两千公尺生的地方去迷失去 这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鲸豚类生物 在5000万年前就开始了它的演化的序幕 4000万年前的鲸豚类跟今天的长相 几乎就是一个样子 我们看一下 然后有一群哺乳类生物再度上树取 就像当年的恐龙爬树一样 这些哺乳类动物 把它的眼睛长到面团的前端 产生了立体的视觉 它可以在数字之间大 它不会失足衰落 因为它可以正确地判断 数字跟数字之间的距离 它把它的奶头长到了胸前 它把它手指做了特化 它可以轻松地抱着它的孩子在胸前为你 它就是我们领长类的主线 最早的领长类你可以说是个拇指头 它小胖可以攀在我们的拇指上头 是这么小的一个小个体 然后它逐渐地放大它的体型 改变了它所说的特征 然后我们人科动物就这样出现 我们看下一张 这个家庭图谱告诉我们 我们怎么跟今天活着的少数几种领长类 建立起早年的演化关系 在大约1500万年前 我们跟在亚洲的长币人分家 在1200万年前 我们跟东南亚丛林里头的红毛猩猩分家 然后在800万年前 我们跟非洲钢果森林的黑大猩猩分家 然后在大约700万年前 我们跟非洲的黑猩猩分家 我们的祖先逐渐地跟他们远离 然后在700万年前 能够两足行者的领长类生物 在非洲的草原上诞生 它就是定义人科动物 人科动物就是没有尾巴的猴子 然后能够站起来的没有尾巴的猴子 接着人鼠出现 人鼠的定义可以简单到就是 脑容量超过600cc以上 那就是一个聪明的 会使用工具创造工具的领导生物 那是人鼠动物 我们看下一条 在漫长的700万年时间里头 几乎大多数的时刻 我们的祖先跟许多不同种类的人 分享的土地 他们不同种的人科动物 人鼠动物住在同一个地方 没有彻底的欺诈 一直到我们的祖先出现 我们看下一条 这是初非洲体验 大约在175万到200万年前 人类从非洲出来 走向欧洲 走向亚洲 人类离开非洲可能是多次 这是一次有记录清楚的证据 显示出人类在还没有彻底的武装 他自己之前 他还没有办法打磨出 精美的时期之前 他已经急躁走出了非洲 这一群人在世界各地 留下了清楚的证据 但是后一波走出非洲的人 很可能把这一群早期出走的人给消灭了 我们看下一条 这就是现代人 现代人在20万年前在东非出现 他们往北走 可能到了10万年前 到了非洲的北端 到了中亚地区 到了6万年前 他们已经散播到了中国 到了澳洲 到了大多数的欧洲地区 这一群人在洞穴里头留下绘画 他们能造船有绝对的冒险心 来在海洋上航行 你想想看 有什么生物可以做这样的事情 他不知道他的目的地在哪里 他可以看着一朵云一朵云的枣 然后一个岛屿一个岛屿的征服 最后走遍了世界 这就是我们主纖的特质 这个血液还留在我们自己身上 我们看下一条 所以在两三千万年前的洞穴里头 我们的祖先到处留下了 用石头用骨头雕琢出来的艺术品 这是其他生物完全没有的配置 我们看下一条 然后这些雕塑品不知道有哪些含义 不过他有他的一致性在看下一条 在洞穴里头留下了精美的绘画 他们的基因跟我们是没有两样 他们的脑神经网络跟我们也是一样 所以我们想什么 他们就应该也在想什么 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他们平常的双手大概也能这么做 所以这样子的绘画水准 在今天我想我们在座 几乎没有人去创 到这样子的程度 我们有区别的 只是工具 只是颜料上的区别 然后到了大约一万年前 人类几乎不约而同地走进了农业生活 因为人就好像非洲草原上头的狮子 你到非洲去 你看到成群的领养的脚马 你看到几头狮子 狮子站在食物链的最高顶端 它彻底的浪费食物 这样子的生态环境是养活不了多少头狮子 当然也就养活不了多少头 所以当地球的人口达到差不多一个数字以后 人陷入了激进 因为原来的鱼羹 鱼猎生活是养得起这样子的生活方式 所以人被迫走进农羹 那个时候的人的骨骸瘦弱多病 因为它吃不饱 接着选择了农羹 这不是一件鱼块的选择 你得耕作 你得收获 你得研磨 然后这才有面粉可以吃 然后里头夹个沙子 把牙齿也崩溃下来 但是这时候人类也就因此走了农羹 然后创造出文化之后 这就是我们人类的大致的变化过程 我们看下一条 长期从一万年前一直到现在 世界的人口维持如此的稳定 逼定的成长 突然就到了工业革命开始 人口开始快速上升 工业革命让我们知道的利用能源 人可以利用煤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 但是自从人可以利用石油以后 完全就是一样 当我们可以有了科学 有了工业 有了医药以后 人类的寿命大幅的成长 然后人口快速的上升 所以这就是过去的人口成长 现在引到了这里 67亿人口应该是现在最保守的攻击 人需要大量的资源 需要大量的吸引 也因此我们今天地球的物种 面临了一次严重的威胁 但是在威胁来之前 我们得先了解地球上到底有多少物种 我们看下一条 这是全球已知物种的数 林奈先生300年前创造了生命的二名法 所有的科学家依循同样的方式 来记录描绘地球的不同的物种 过了300年了 有多少物种被赋予学名呢 有180万左右 这个数字有一段 大约150万到200万之间 因为有很多 一个生物有几个名字 180万算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数字 但是我们很清楚 这180万的生物种里头 大多数只有一个名称而已 只有少数的几句话来恼恕他 今天他还在不在 他靠什么过活 他怎么交配怎么生孩子 他想些什么 他会做些什么事情 其实我们知道的 调调文字 所以我们今天知道的 是这180万种生物的名称 有将近29万种植物 有120万种动物 但是今天科学家告诉我们说 其实我们知道的生命世界 原小于实际存在的世界 有些科学家说 地球上至少有一千万种生物 相对于我们命名的180万种 有人说有两千万 三千万 五千万 好像漫天喊价 有些人甚至说 地球上应该有一亿以上的生物物 一亿以上的生物物 依据格外 我们等一下陆续来看 首先今天知道的昆虫 是90万种昆虫 但是科学家说 至少有一千万 可能达三千万之多 今天知道的真菌 有大约10万种左右 但是真菌学家说 按照我们现在命名真菌的速度 跟我们了解真菌的分布的范围 很可能真菌有一百五十万种 一百五十万种是十万种的十五倍 一千万种是九十五万种的十一倍 如果是三千万种 那又是更高了 细菌竟然有五百万到一千万种之多 这一些大胆的推测 到底有什么样子的依据呢 科学家又该怎样子努力 来真正地完成这样子的一个全球生物大普查呢 我们谈几个案例 我们可以讲一下 这个是2007年 Time Magazine时代杂志 票选出 我不讲是票选 他挑选出全球十大科学新闻的第四个新闻 叫做Hundreds of New Species 这是一个在南极深海里头发现的一种巨大的海蜘蛛 他描述的是 有一个国际团队在2007年发表了 在南极的深海里头超过七百个新种生物 有一类截肢动物叫做灯角类 他们在这个地方发现了六百多种灯角类 里头有五百多种是崭新的木杂 他们发现了许许多多生物的类变 都是过去在地球上其他地方没有看过的 亚裔鱼何处呢 亚裔鱼大家突然发现南极的深海 南极虽然很特殊 但是它的深海应该跟地球其他的海洋一样 深海以后就冷了 冷的地方暗无天日 地球的深海应该是平淡于其的 它应该是动物 生物在那里分布 应该是泛世界性的分布 结果没想到 过去几年来 在日代 在亚裔鱼在地球的多处深海底下 发现了深海的奇异度远超多 大家过去所想象 没有想到到了南极的深海底也是一样 那种丰富度跟我们热带海洋 其实也少不了多少 我们看下面 这是Hundreds of New Species的发现 它首先描绘了南极深海里头的丰富生物 然后提到了在乌干达有一种新的猴子发现 然后在越南发现了十一种新的植物跟动物 然后在苏文达纳跟婆罗洲发现了一种新的云宝 最后一行 叫A New Sea Cucumber of the Coast of Taiwan 名叫Nitle Strader 整个故事就这么一小段 这是全球去年的十大发现的第四大 末尾谈的是台湾海边的一种新的海参 但是不是我没有读过这个故事 看了这个新闻我大闷了很 就打电话一句海参专家 在国立山科学博物馆的赵世民博士 他是动物族的职位 我说你去年发表了一种新海参你都不告诉我 我说没有啊 我们去年没有发表新海参专家 结果我努力的去查 终于我把Nitle Strader打进网站以后 才赫然发现原来故事是这样子的 自由时报的记者去访问了海洋生物博物馆的 一位研究助理叫陈明辉 问他说最近是什么玩家 他说我发现了一些新的裸塞类 裸塞类就是没有壳子的蝸牛 长在海里头的叫做海阔鱼 然后其中有一种长得很漂亮 但记者看照片说好像小草不要 然后可能就在自由时报登出来 台北Times用英文登出来 然后这个新闻竟然被Time Magazine给看到 然后就将近了这个Hundress of News 但是这是一个罗塞类 罗塞类有两种名称 熟名叫C-Sla就是海阔鱼 然后学家的名称叫Nudibre就是罗塞类 但是显然大家没有很认真地处理新闻 看图书故事 我们看下一张 我们看下一张 再往下一张 跳过去 跳过去 我没有排行 往下走 再往下走 再往下走 他们看到了这个罗塞类 没有经验的 有点海洋知识 会说它是海深谈 所以在Time Magazine就用CQ的本来命 结果这是一个还没有正式发表的发现 所以我就打电话给陈明辉 请他详细地告诉我这个故事 我们看下一张 这位是年轻的陈明辉 电话中我就把我在海美镜看到的故事告诉他 他还不知道 然后我就交换回来很多的科学内容 我问他说罗塞类海阔鱼 在台湾的文献里头期待了多少 他说不到20种 那我问他说 我知道新途实验中学有一位老师研究可塞类 好像有不少的发现 他说确实 他们正在跟中森大学的莫显桥教授 跟两位研究生合作 他们准备要写一篇报告 说台湾有150种可塞类 有150种海阔鱼 封闭在漂亮的山谷教海岸里头 那我问他 你做了什么 他说 我跟恒春的一位潜水教练 在过去两年多的时间里头 我们频繁地潜水 频繁地拍照片踩标本 我们现在有差不多400种海阔鱼 在恒春墾丁这里发现 光在墾丁就发现了400种 我问他 这里头大约有多少星种 他说应该有十分之一以上 我就问他 台湾只有不到20种的记录 你大胆地说台湾会有一千种 那么全世界呢 他告诉我 在十年前全世界的海阔鱼的数目是三几千多 但是按照过去这几年的新发现 这个领域的专家预期全世界该有八千米以上 所以做全球生物大普查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对这个世界吃到太少了 罗塞类大的一个巴掌放不下 小的用眼睛可以看到像一颗米那么大小 都是鲜艳无比的生物 到两极了 这么鲜艳的海洋生物 我们都遗漏同次 这真是一个小话是不是 现在还有几张 我们来我们来一起看 我们往下看 往下 再往下看 我们看这个 昨天陈明辉在传一张照片 我说我要到这个地方来报告台湾的新发现 他就告诉我 还有一个漂亮的目标 这是另外一种海阔鱼 这种海阔鱼是树的 他去把别的海藻 用它的齿舌把它给刮破皮 然后吸它的肆液 别的海藻身上有叶绿皮 这艳绿皮就吸到这个海藻鱼身上 它就养这些艳绿皮 养其实不是艳绿皮 是一个鱼皮没错 它就把这艳绿皮养在自己的身上 然后自己来行光合作用 所以你看到它身上这些色彩 很多是从它的食物取得 活着的艳绿皮养在里头 这个也是一个新种 现在还没有名字 等待近一步的描述 他告诉我他是一个谨慎的科学家 他要做很详细的检播 知道了很多内部结构特征以后 他准备很认真的一个总的描述 这是很好的 我们看下一张 海阔鱼 刚刚你听过我的故事 在墾丁就有400种左右 也只不过是三年的研究 三年的调查 全台湾预估有上千种 这些里头有超过10% 会是那一个地区的特有种 为什么会是如此呢 因为这一些生物爬得很慢 它的食物对象有限 竟然很专一 它很容易地有地理得觉 它就会在世界很多地方 演化出当地的特有种出来 今天我们看看澎湖的这个故事 今天早上我跟邵广昭教授通电话 我说请你告诉我 你预期这一次澎湖的含害会有多严重 他很认真地告诉我很多基本的数字 他说台湾应该有3000种的鱼类 因为他自己登陆已经登陆了2900种 那么他告诉我 这里头有39种是台湾特有的 住在淡水里头 就是河流湖泊里头的一个类 它应该就是台湾特有 其他地方没有 但是海洋有很多海流流过台湾 鱼也会串来串去 所以鱼的特有性不高 但是即使如此 他也认为也有40种鱼 应该只长在台湾 不在世界上其他地方 他当然也担心有一些种类的鱼 特有在河流躲不后这次寒害 因为很多这次死掉的鱼是珊瑚礁鱼类 珊瑚礁鱼类的活动范围也很小 然后他不会 因为快速地躲到很远的温暖的地方去 珊瑚礁鱼类经常耐不住15度以下的低温 这一次连续很多天11度的低温 所以就造成了这次寒害 鱼都如此 你想想海阔鱼又如何来 海阔鱼的行动力比鱼慢了很多 海阔鱼当地的特有性会高了许多 但是我们根本无从属于我们有多少损失 因为对于我们自己有多少都不知道 赵教授告诉我另外一个故事 他说不止海阔鱼没有人研究 或研究人太少 他说有一种重要的海洋生物叫做胎仙虫 胎仙虫是故障性生活的 是很古老的一种生物 他的变化也很多 不过多年来我们没有这一个专长的海洋生物学家 然后他说他认识一位纽西兰的专家 因为他们在合作 纽西兰的专家得到邵广昭给他的两块三幅碎片 然后他从上楼找到了37种胎仙虫 台湾几乎一种胎仙虫都没有记录 那有教授从两个碎片里头找到了30多种 然后他告诉邵教授说 从这样子看起来 台湾至少有一千种以上的海洋生物 这就是生物复杂 我们遥遥落后的地方 台湾现在陆地海洋所有的生物加在一起 有名字的是四万五千种左右 但是我们台湾不谈戏剧 不谈微生物 我们该有多少种物种呢 赵教授告诉我 起码十五万 也许二十万以上 我们看下一位 我跟台北市立动物园的赵主任 动物组的主任通电话 我请他告诉我 台北市立动物园的角色在世界上是如何 他告诉我 我们足以称为世界十大名人 我很压抑 我说我们当台湾人自己都不知道 为什么 他说第一个 我们成就很好 我们对动物的照顾很好 我们的土地很大 然后最重要的 我们的物种很多 我问他 台北市立动物园有多少种动物啊 他说有四百三十种 再加上他们每一年昆虫展来的时候 再加七十种 台北市立动物园养五百种动物 我问他 世界上最大的动物园在哪里 他说San Diego Zoo再加上San Diego的Wild Animal Park 今天下午他传了一个数字 他说San Diego Zoo加Wild Animal Park是八百六十种生物 大家知道地球上有名字的已经有一百二十五万种动物 但是呢 养在动物人里头是名字的少 让你知道有多少物种在面对着没有人保护的情况 我们看看这个 这是长中三阳 这是赵主任以台心理工作 他告诉我 长中三阳是一个台湾的特有打种 它很可能也是一个特有种 还不需要明确它的分类地位 台湾长中三阳还不错 在野地里头可能还有几千头 但是台北市立动物园各自有很好的繁殖的经验 已经扩充到有三十头了 三十头长中三阳全世界只有台湾人 他们送过三头给日本的长中三阳研究所 我问他 为什么送给他们呢 因为他们把长中三阳日本种当作他们的文化理财 成立了一个研究所来研究他 把台湾的特有的长中三阳也掉了三头过去 合并一起研究 所以这个就是动物保护的现况 我们离实际的需求有很远的距离 这样子 然后上个礼拜 这个礼拜 冬委会公告了新的保育名单 这个猪罗树蛙名列保育动物 猪罗树蛙 我听到它名字大概有十年左右了吧 它过去在嘉义的一个荔枝园里头被找到 它是台湾的特有种 这一次冬委会经过19年再次采取行动 或者拖了19年再次采取行动 把它列为保育动物 我问了国立自然科学博物馆的副馆长周恩豪博士 因为他是一位华类专家 我请他多告诉我一些猪罗树蛙的现况 他说猪罗树蛙其实数量不少 可能还有一百个地方有它 它喜欢住在竹园跟荔枝园里头 因为到了春天它下蛋的时候 那个地方会积水 水只要积过十公分左右 有蝌蚪就可以存活下来 只要能活下来 那年的夏天会有一百只蛙在那园子里有叫 所以如果有一百个地点 有一百只蛙成长去 台湾该有一万只猪罗树蛙 树仰还不错 但是呢极极可贵 为什么 竹子棉不赚钱 栗枝油不赚钱 谁愿意留住这些地方 让它养蛙呢 所以这个漆地快速地在流失 所以虽然数量还不少 但是蛙类专家 对它说很深的优异的原因在此 我们再看下一段 这是周恩豪博士给我的一张图 是橙腹树蛙 它有这么漂亮的蛙 我想很少都知道 那个腹部那种橙红色艳丽 而且这个蛙不小 有这么大一个 背上翠绿 腹部 橙虎 这是1994年 师范大学生物系 吕光阳教授跟她的学生 一起发表的台湾新种 周恩豪告诉我 台湾可能还有9或10个地方 有成複数吗 每一个地方最多50只左右 所以我们把它乘在一起 10乘50的话 全台湾这一步走 只有100个体 这是最高续织 世界上只有台湾有 只有500个体比较 一样的 积极可能 因为他们住在低海拔的名字里头 低海拔的名字里头 快速地在消失 他们住在烂掉的树 的树洞里头 我们看下一张 这是成複树蛙的生育地 在这样子的树洞里头 是它的繁殖区 树洞要够深 光线等等的一切都要对 它才会在里头生态 如何去保育它 树洞会随时不见 但是幸好台湾的原始林还不少 赤森林也还不少 很多都是国有林 所以如果能够在我们的林地里头 装上一些好的措施的话 也许可以延续这些成複树的生命 树洞很难找吧 这个周文豪跟他的助理们 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你看下一张 他们把塑胶水管放进去 他把塑胶水管横着放 直着放 斜着放 最后得出结论 直着放最好 然后我们看下一张 蛙就来下蛋 公蛙 母蛙再交配 然后抖出一堆泡沫 把它的蛋下在里头 然后蝌蚪就在这里头 慢慢地孵化出来 所以当我们找对了好的办法的时候 是可以帮助那些奇迹可无的生物 延续他们在地球上做的机会 所以你还在台湾 我不多做介绍 也许大家听了很多 我们来看看其他地方 这是前年Science上头的一篇文章 他写《Toolay》打用好 The Chinese River Dolphin May already have stumbled into the illusion in the Yangtze River 这是一种叫白旗屯的鸡头 只长在中国的长江里 它像神话一样的生命 但是它岌岌可无 到什么程度呢?我们看下一个 这是2007年4月 《中国国家第五》杂志里头的一篇故事 《长江淡水屯岌岌岌可无》 他说恐怕很难再有人亲眼看见白旗屯了 在2006年的11月到12月一个多月的时间 一个六个国家的金屯类的科学家 沿着长江地毯式的搜索白旗屯 没有任何中 最后他们不得不宣布白旗屯在地球消失了 我们看下一条 这是最后一头白旗屯 养在中国科学院里头的水塘里头 它死了就代表这个物种的消失 我们看下一条 这个物种过去广泛地沿着长江分布 所有的黑点都是 这一次的整个长江白旗屯大复查 行进的路线是如此 然后那有一头终于 我们看下一条 长江里头还有另外一种可爱的江豚 你看看那个表情不好 数量有甚至不少 他很可能陌下下一个月的命运 他们生活形态有些不同 他可以活久一点 但是我们也不知道随着长江的严重污染 他将的贵势如何 我们再看看这些金屯在世界的命运 下一条 这是日本的渔船在三十多年前 跟着他们一起捕鱼嬉戏的海豚 因为打搅了他们的捕鱼作业 他们把他赶到岸边 用鱼刀一头头刺死 血流染红了整个海洋的情景 这么多年过去 人类的保育观念进步了多少 但是这些金屯的命运还是一样的 我们看一下 这是日本的沙金船对珠海将血洗南极 目标上千头包括四头的坐头鸡 名为科研实为保口腹肌 所以这就是人类对着我们一起生活的其他物种 所采取的态度 然后后头我不晓得还有多少时间给我 十分钟 十分钟 好 只剩十分钟问答 十分钟 好的 最后我谈谈植物界的保育现况又是如何 植物是地球生命的基础 只有靠这些光合的生命 地球的动物才有如此多样的表现 但是很不幸的植物界面临着一个非常艰困的未来 地球各地的热带雨林 已经这样子焚烧几十年了 每年用几个台湾大小的面积在消失 热带雨林是地球的心脏 是地球的肺脏 地球的食物 氧气的来用 那地方的生物多样性是全世界最高的 一家土地里头可能有超过三百种树 但是在整个美国只有不到三百种树 在有地里头 所以你可以想象热带雨林物种之丰富 但是就是如此 我们看一下 几年前我到了几次东南亚出面里头 在雨林里两岸原生提不见 你看到那种彩色缤纷的蛇 从树上突然掉下来 垃圾流过去 但是你只要上岸一看你就知道 就是上百雨林 只有大概五十公尺 一百公尺宽 在后头就是一望无际的油中田 我们看下一段 油中田的多样性大幅的下降 在这里头养活不了多少食物跟动物在里头 所以世界的植物物种快速的在消失都很下降 所以植物学家预估地球上的三十万种植物 在往后的五十年里头 四分之一会走向变绝 如果我们现在不采取任何行动的话 三分之二的物种 在这个世纪结束之前将会变绝 这个事情不止植物如此 动物当然也是如此 我们看一下 这是苏门达纳的影运 我做一个介绍 这个雨林里头有一千种兰花 在过去的两百年里头 有过一百五十次以上的 有记录严谨的科学考察跟采集 但是这一千种兰花里头有超过三百种 在一百五十次采集里头 只被记录过一次 大家了解这个意思吗 彻底的地毯式的也许做不到 但是大规模的采集 有三百种三分之一的物种 在两百年里头只被发现一次 所以很多我们以为存在的植物 其实数量少得不得了 或者它只活在纹线里头 这样的消失速度其实快得很快下降 这是一个漂亮的拖鞋栏 但是它变绝了消失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一直到十几年前才偶然的被发现 重新的再被培育 然后现在变成植物园收藏里头的重点 这一个花瓣 存下来可以存九十公分长 这是了不起的 发挥 我们看下一个 为了保存这些积极可危的物种 世界一些国家采取了重要的行动 在2000年的时候 英国的皇家丘元 发现了一项种子银行的计划 它筹集了五十亿左右的台币 要保存地质上两万五千五十亿的种子 跨越好多国家的合作 他们到世界各地采种子 我们看下一段 要保存在低温干燥的环境底下 希望让这些生命可以永续下去 这样子的行动很可惜的 不能涵盖热带的物种 因为热带的种子一育呢 一干就死了 你吃过榴莲你就吃干 榴莲种子水水的 一干了你种在地上 你绝对不发生 很多热带植物的种子 从树上落下来 一个礼拜一个月就死了 它根本耐不住这样的领域 所以这是为温盖大多数的植物保种 不是为热带 但是热带的植物是最多样化 又是最危险的 我们看下一段 这是挪威的末日种子库 在去年斗工的 我们看下一段 在这个库房里头 要放进地球上主要座物的所有品种 地球上什么样子的农业区出现的危害 这里的种子可以拿出来在地 这是为人类的粮食柜来做准备 但是一样最广泛的热带物种 没有办法保存在这样一个相互安全的地方 我们看下一段 所以这是我的朋友胡成宇先生 我们在一年多前谈论一个计划 然后很快地在去年三月曾经 我们看下一段 就建立一个孤岩头云植物保种中心 在屏东的高树乡 我们现在有4700种植物长在另一个地方 我们希望每年至少用2000种的速度来增加 我们的热带植物的收藏我们的保种 然后期望将来在这个地方 会是世界上很重要的一个植物保种中心 我们也期盼雨林的开发 人类对气地的破坏能够及早停止 然后我们可以理智地 逻辑地 顺当地 把这些物种再回归到它该有的原野里头去 然后跟当地的残存的动植物 维生物互动 然后重新建立一个新的生态系 保种没有办法集于所有物种 动物园解决不了多少问题 刚才听到没有多少动物可以给你保存一下 那是一件很精通的问题 大家只能从自己能做的选一个被棉 努力地多尽心力期待地球的生态 还可以保持稳定 谢谢大家 在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的资助下 我们中央大学很荣誓地 能够跟中国时报举办这场座谈 那么首次的讲座预见科学讲座 我们就请到李教授来讲所有物种的情况 现在李教授已经不是李教授了 我们要跟他做李大师 对不对 对 好 部长 李大师 那李教授现在要回答各位问题 我们会控制好时间 我们最晚到8点55分结束 那请问在座的各位社会上的朋友呢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提出来 好 旁边 各位同学 就是这位同学 教授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刚刚说热带的种子 它是不能干燥 冒冒不法保存 那你们这个中心 它是怎么保存这些热带的种子 好的 我们不留存种子 或者不以种子为主要对象 我们让它活在里长在里面 所以是一栋又一栋的花房 然后这些物种来自世界各个热带地区 那一个物种它会有很多变化 所以我们不会只保存一个个体 例如有一种蕨类 它长在泰国 长在越南 长在马来西亚 那么我们希望各个地点 都有代表性的个体长在我们这边这个地方 这个是基因多样性的保存种子 好 来 这位朋友还有没有什么疑问 从盘古开天到现在 我先证明一点 这个刚才李大师讲的恐龙 我曾经到过德国柏林大学 叫中国 to investigate 去盘东西 我到澳洲开会的时候 我有一个好朋友 朋友叫 叫什么名字 叫Liberius 他看到我看到澳洲博物馆里面很多大型动物 他眼睛不瞧眼 我说你这个太没水冷啊 你的为什么了不起 科技包装 人家有这么多物种 他说哪天你到我学校的时候 我带你去看那个物种 结果我真的就到柏林大学去 他说你带我去看啊 他说好 我带你去看 他就带我偷偷摸摸走走走走 到了一个博物馆后面的咖啡厅 我说你带我到的咖啡厅干什么呢 他说因为不想交钱 所以我们从咖啡厅地下室走走走走走走 终于看到那边恐龙画石 他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恐龙画石 那样画石突然比特高两倍 那又不稀奇啊 结果我看到天上飞的龙的画石 水中游的龙的画石 就像李大师讲的那么大 最后我看到了苍蝇 我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夸张 那个苍蝇的眼睛有多大 那个苍蝇的眼睛有这么大 那个苍蝇这么大 蚂蚁有这么大 画石咧 那不是假的咧 那是一张画石 石头在哪边嘛 就比较真的有这样的可能吗 他没有骗我 他不是丟了一个石头在哪边 所以各位有机会的话 要到德国柏林大学 他那个大学里面的博物馆 就有这么稀奇吗 还真的是 你到柯博馆里面 收藏库里头也是一样的精彩 不想了 太精彩了 因为收藏库是不太容易对外公开的 所以你能到收藏库里头看到 跟着展厅的感觉也不一样 不一样 第一个你感觉被尊重 只有少数人能记住 再来一个感觉就是 那里头确实有很多 布里古拜登是在的 我手上有几个问题 有一位陈明仁老师问 人类智力发展工业文明 导致温室效应 北极南极逐渐溶解 请为李教授 我们能做什么 以解救地权 我们能做得很少 个人能做得很少 风吹朝野 谁能做事情 政府能做事情 政府定政策 明智的政策 合理的政策 大家应的政策去做事 因为要解救地球 大多数人都得过苦日子 你的裤带给勒紧一点 你的生活会很不不方便 但是如果大家一起做 那就好做 要用道德像实际那样的做 很好 但是那是很崇高的 道德宗教的指引 大多数人做不来 我今天来的路上 我本来想搭公车过来 但是呢 礼拜五下午 高速公路塞车 我走北而高 我想快一点 我才能赶上 其实我差不多就在开始之前 二十多年到 在车上 我为什么想搭车 不想省点油啊 是不是 多少也是很小问题 是吧 再来一个 在车上的时候 我就听到广播 说 我们的经济部长说 台电今年可能会亏损一千亿台币 中油可能也是亏损 非常庞大的数字 为什么这两个公司赔钱呢 这是一个稳赚不赔的事业 为什么赔呢 因为我们抑制住 电价水价油价 我们没有跟世界同步 是不是 别的国家大幅的增加这些能源的限制 提高它的价位 除了真正反映市场之外 更重要的是 希望大家节约 节约你才能逐渐的适应未来的苦日子 去年 上一个诺贝尔德奖主 给了谁 给了高尔跟国际环境评估小组 这一个小组最后提出来的建言是 一切好像都为时太晚 我们阻挡不了软化的恶运 我们能做的好像是 准备迎接未来的苦日子 那这个是准备给早点开始 所以我只能说个人努力去做 但是真正有作为还是需要靠政府来定政策 下一个问题 植物真的只发展丰花吗 还是发展成多种形态 但最后竞争后只剩下开花的成果 好 我说明一下子 今天我们不太能够肯定这些事情 因为过去物种的丰富度 只有少数的保存在发行 但是清楚的知道 开花植物是在一亿多年前才出现的 在那之前有丰富的多类型的不开花的植物 但是自从开花植物出现之后 其他类型的植物快速的缩小 今天的绝位只剩下一万两千多种 今天的螺子植物松山柏 只剩下七八百种左右 也许有九百种那是最多了 加上苏田 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不成比例的类别 开花植物将近三十万种 不开花的植物只有那么一些少数 所以演化是有方向的 但是这个方向是会调整的 原因就是当灾难来的时候 未来的方向就不可预期了 因为那是一个绝对的够感 物种越来越少 对世界会有什么影响 这个世间所以如此平衡 是因为每一个物种 在他自己的生态区域里头 扮演他自己的角色 我举一个例子 台湾有十九种荣树的植物 荣树大家知道 荣树会开花 但是花长着一个圆骨的肺头 那叫做引头果 是不是 它花开在里头看不见的 然后会有一种寄生小蜂住的 台湾十九种荣树 有十九种跟它专一性 发生关系的小蜂 如果哪一种荣树死了 那种蜂也就离开了 生命之间的关系千万得很紧 我们野地里头的 几乎所有植物根扎在土里头 它不是只把根扎在里头 它的根你把它拉出来以后 白茫茫的一片 那是有真菌跟它共生在里头 植物跟真菌建立很密切的 很多是专一性的关系 所以一个物种的消失 经常连串的带动很多物种的消失 它们在自然界扮演角色的平衡 自然有受到破坏 世界上密封神秘的消失 大概是什么原因 我不知道 大家说了很多原因 但今天可能还真的不知道 那希望大家今天真的是反债无归 那如果说我们还希望有这个更多这个知识的截取的话 时报反射事实上出版了非常多好的特别的赌物 那我们可能没有办法免费的赠送给大家 但是我相信大家可以在这大厨里面可能非常得到 那非常谢谢各位今天的参与 那我们在结束之前最后一次 谢谢我们今天非常精彩的演讲者 我们要为一小手 谢谢